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生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 它也是一种调味品,可以烹饪出各种美味的菜肴 同时,生姜也具有很高的养生保健作用 同时,吃生姜也有一定的减肥美容的作用 而且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我们就用生姜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瘦身的好方法 它是通过提高体内的基础代谢 分解脂肪来达到瘦身的目的 首先我们准备一小块老生姜 用食盐把生姜的表皮给它搓洗干净 因为生姜它是长在泥土里面的 细菌杂质特别的多 而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食用生姜可以增进食欲 吃生姜可以刺激胃连膜 促进肠胃消化 改善胃口 增进食欲 吃生姜还可以止住呕吐 生姜中含有丰富的姜酮 姜西 吃生姜补充这两种元素 可以有效的止住呕吐 生姜中还富含丰富的甲元素 又带有刺激的香味 醉酒的人适量的吃生姜 可以清醒头脑 保持情绪稳定 因此生姜也有一定的醒酒作用 生姜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功效 就是可以驱寒 减轻身体 冰凉的症状 达到暖身的效果 尤其是现在南方 春天湿气比较重 容易春困 睡眠质量下降 肠胃功能减退 容易引起肋分泌失调 影响面部气色 暗淡无关 而生姜可以截表上寒 可以去除风邪 与湿邪 调理人体血液循环 春季气候比较潮湿 新陈代谢功能加强 空气中的灰尘 容易粘着皮肤 支撑暗穿 皮肤暗穿之后 炎症消退 容易引发色素沉着 从而形成痘印 实在是有爱美观 生姜中有一些植物挥发油成分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皮肤修复损伤 达到去痘印去斑的功效 常吃生姜 还有非常好的减肥作用 吃生姜可以排除人体的湿气 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生姜可以用来泡澡 也可以通过身体发汗 发热把热量带走 可以和蜂蜜以及茶一起饮用 可以使人体消化到 得到一定的转化 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清洗干净的生姜 把它切成姜末 然后装入一个大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苹果 加入少许清水 把苹果湿润一下 然后撒上一勺食盐 用食盐把苹果搓洗一下 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这样可以去除苹果表面的 农药残留和蜡汁 苹果素来享有水果之丸的美誉 它的营养价值和医疗价值都非常的高 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 大夫第一药 苹果富含糖类 酸类 芳香醇类和果胶物质 并富含维生素B 维生素C 以及钙 磷 铁 钾 等构成大脑所必须的营养成分 常吃苹果不容易有饥饿感 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水溶性食物纤维 苹果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很好地促进胃肠道蠕动 促进排泄 我们先把苹果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切开 今天我们只要半个苹果就够了 先把苹果糊给它去掉 苹果糊含有害物质 清清酸是不能食用的 然后我们再把苹果 也切成苹果丁 苹果不仅有利于减肥 苹果当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C是心血管的保护绳 心脏病患者的健康元素 美国研究人员还证明 从新鲜的水果中 直接摄取维生素C 要比口服药物更加有效 每天吃上一个苹果 就可以满足人体 每天所需的大部分维生素C 维生素C还可以有效地 抑制皮肤黑色素的形成 帮助消除皮肤色斑 增加血红素 同时加上苹果中的果胶 和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皮肤更为细腻润泽 苹果富含充足的甲 可与体内过剩的甲结和排出体外 从而降低血压 同时甲离子能够有效地保护心血管 并降低高血压中风的发生率 切好的苹果也加入大碗中 然后在碗里面加入两勺黑糖 我们最好使用黑糖 黑糖的糖分不转化为脂肪 然后用勺子把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 可以密封的玻璃罐 提前用开水烫一下 给它消一下毒 然后再把搅拌好的苹果生姜丁 给它全部装入密封罐里面 全部装好之后 我们再来准备一瓶晾造的石醋 买醋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一下 千万不要买那种勾兑的石醋 再把白醋倒入瓶子里面 白醋可以多一些没过食材 装好之后再把盖子给它密封起来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发酵三天左右 三天后醋酸苹果酸都会充分的发酵 融合在一起 不仅可以起到减肥 还可以抑制体内的糖分转化为脂肪 发酵完成之后会冒很多的小气泡 这个时候说明已经发酵好了 苹果生姜醋直接食用会比较酸 我们可以取上两三勺 放在杯子里面 然后再用50度左右的温开水 把它冲泡一下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句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或是在底下留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这样一杯超级好喝的苹果醋酸饮料就泡好了 早上空腹喝上一杯 可以起到润肠排毒 清理肠胃 分解脂肪 对减掉身上的脆肉有非常好的帮助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酸性饮料比较三味 有胃病或者是胃溃疡的人不适合喝 或者是胃口不好的人可以放在饭后喝 坚持一段时间 你也能减掉身上多余的脆肉和脂肪 还能养成抑瘦体质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